近日,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考古人员在开展野外古迹踏查时,发现了一片保存完好的辽带梯田遗址 该遗址位于巴林左旗龙昌镇保安堂村南,面积约300亩 梯田约20层,每层梯田之间由低矮灌木分隔开 所以历经千载,依然平坦整齐 巴林左旗曾经是辽带上京城所在地,境内保存了许多辽带珍贵文物遗迹 经考古人员多方考察核实,并与史书进行比对后 确定该遗址是一片辽带时期的梯田遗址 这片辽带梯田的发现,为研究辽带时期人们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具体借鉴 我们根据辽史在查阶结合辽上京周围的山川地市 确准为它也是辽带的梯田 因为在辽带的期间,巴林左旗,这是辽上京故地 周围都是水或是湿地,草地 渤海人、汉人,他们喜欢种田种地 因为上京地区是丘伦多 所以说上京地区没有那么多田地 只有在山边,它在山上种提田 下面草地和湿地都是期待人放牧 看似简单的水平提田 它体现出了,在我国留代时期,能工文明与游牧文明已经深度地融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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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